大家好,我是巴仁 今次开箱速递 就跟大家介绍这一部 Shell & Tarmac GT7 联乘推出的JDM Collection 来到第三部车 就是这部 Toyota Supra 3.0 GT Turbo A 简单来说是A70 Supra 车我在油站查过 还要不小心弄爆了盒 盒子弄了一点,不过不要紧 车我自己保持的 但是问题是 我开完一尺 终于上德山多忠御虎了 当然是糟糕了 那我立刻问,有没有换的 他说没有,别人没有预多让我换的 那没话说了 没得换的,当然拿回来 先捣银金的,不要说那么多 那坏什么呢? 当然又是Tarmac的 这个好像又不是第一次见的 但是不算最常见的问题 车颂不是做什么、花拌了 说是不知做什么、花拌,又不 שנere 对,是图图,就这样换不,整个都不端出 你完全不知,因为这顶是无论又多花拌了 完全不知怎麽搞,跑了兩塊紅油上去 然後車身就是這樣,完全整個車身都花光了 我最期待那輛你跟我玩這些東西,真是吵你老母臭氣 我不敢開球吵你,我不敢叫巴人 即使這個問題看上去,不是很花 但問題是,你的車子什麼東西拉花都沒有 你這樣還要在白色的位置,智能閣眼 我不敢吵你,還得了 我以為你跟別人聯繫,我看你A80OK,A70我猜都可以 你A70來跟我玩 又是這些,不知是塵還是什麼,我來看看 我都不敢說是塵還是花,總之搓起都不能脫 我遲些用蠟擦一下,是否會脫掉 觀眾有同樣問題都可以說一下,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得換 我不會理會你,是不是你先吵我了鑊金 你這麼划算死的,你之前那些有沒有問題 這架你又這樣花,不是吧 會不會過份了一點,我真的覺得,吵不扯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不要緊,我拿下去看看是怎樣 嘩,主要黏黏的,沒事沒事 現在看看它,推就不能動了,一定沒有推不動了 現在看一看看看,我扭鬆一點這架 都是用回落場版,我沒有 但是它另外這個,A80不是街車 我看一看,A80也不是街車籠 對了,那,先鬆開這架車看是怎樣 內籠一定沒有什麼大問題,我猜 但是問題是在車身上 那些花一塊,那些全部顏色看是什麼 特別是你白色的底子,白色的底子 你這樣,我現在找個機影未必最好看 是不是,如果我真的 不可以不進行,真的會成這樣 這個樣子 雖然說是,你也是有VTower加69元換的 我不期望Tarmac交這車來交69元的質素 這個質素差到這樣 我真的69元也不想給 但如果這些QC 你跟我說這東西收正價賣的話 外面這樣,換回來的那群人,當你現時怎麼買,說我沒有車,怎麼買 你去換回來的 如果跟我說,你出去現時怎麼買,究竟想買這樣的東西 真是,真是不行 這就是這樣的QC 你花到這樣,做得開不開,看不到 你的盒子開完不開,即是你的盒子不用開 就這樣拿著手,看不像Tarmac 或者你現在做個禮盒,外面再套到一個紫皮盒,你老尾的車叉得這樣 即是,它不是沒有這些花,我都開開心心的,這樣花就要不止一袋 你真是算了 一袋兩袋,我都引你 大哥,整個頭都是,兩隻沙板,一個車頂 大哥,好像不知吵了什麼,跟了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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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車都是石製的 我真是,我真是不知道你幹什麼的 我真是,我鬆一點點的 真是,最慘是捉不甩 不是的,用那些垃圾一推出去甩的,我又有夠力,又不是這樣,這麼硬實正的 真是 我真是,最後希望我用那些垃圾試一試 遲些 要不然,垃圾都推不甩的話,我就不斷了,刺死捕著這個汽車,就不斷了 生氣到聲音都沙咎了 你看一下 喉嚨,看一看 喉嚨好像沒有做到 喉嚨又做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又可以下來,低下TLV 起碼人家的喉嚨 是有個粒位少少,就是上彎色 TLV是完全離譜到 然後呢,我又要拿EK出來,因為EF真的很過份,EF Group A 你弄一條喉嚨出來 又沒有洞 你叫我死的喉嚨沒有洞嗎 沒有洞,還叫不叫死的喉嚨呢 又沒有洞,你找些黑色,好像TAMIC那樣 雖然TAMIC都會敏得出世界 起碼好過沒有,TLV做都沒有 TAMIC好一點 我沒有怎樣做到一個很深的洞 我游黑色上去,是不是 這輛車真是屌尼老尾 氣死我 找些立推一甩的,我都當無數,推不甩的 我真的叫人不要買算了 還可以怎樣 我又不知道有沒有換給我 因為它好像沒有寫那些條款 我都預料會炒粉的機會都很高 所以基本上TINY那些 只要TINY那些買回來的都沒有大問題 就是MINGT那些沒問題 TINY那一批 我好像換了拖尺 兩架 一架Pajero 那個是BM,BM的東西 還有另一架又趴到,趴到都沒有什麼的 然後找TAMIC TAMIC 都已經不是什麼了 又是真的要 又是要捉出來吵的 你不是這樣 你跟人聯誠推槍 我打算你 你的膠貨不是直接對 你對外面 你對上shell的 我打算你也好一點 你結局又是跟我玩這些 我最怕是他不知道 拖完那些髒東西才噴在戴架 如果那些東西在戴架面頭都可以 如果那些東西在戴架底的就糟了 我扣硬當然是怎樣 揉都揉不可以 你是不是在戴架面頭 我都完全不知道 你可以揉成這樣 是不是你可能會說 上紅色的時候 糟了出來 我猜是這樣 這樣也行 還說這個車子還寫著QC QC5 你媽的 只有車身的字 所以這東西 尤其是這個包裝 它不是用傳統的 那些透明盒 然後出完卡的套 又是開孔的 你看到裡面的孔 看到那款 那我都沒有東西 你現在這樣封起來 出到來 怎樣 開了花的車 跟我這輛一樣 花過我的 花過我這輛 怎麼搞 怎麼拆 沒得換的 我現在也沒有單在手 因為她的車拿了 她就收掉了 就扔掉了 Machelle那邊 她不會給你 那我拿給你 哪個換 是不是 又是這樣 又是過扔份 我如果能拆掉 我真的當沒事 拆不掉的話 真是 真是 糟糕了 我又想說 知道 她說 她把單紙 7月31日可以拿 31日我沒有空 我今天要入油 我當然要駕駛上去 我今早 特意向她問 想問她的A70到了沒有 她的姐姐說到了 我上到去 那個姐姐都打過 原來我是 全日第一個去拿這輛車 我說我很喜歡這輛車 所以我今早打來問了 我知道你說有 我今天下班 立刻駕駛入油 順便拿車 一打開就很厲害 幾乎沒有氣 一開花 我都問她沒有換 她都說沒有 真的 我覺得這輛其實都OK A70 我看到之前的街車不行 但是我看到這輛都OK 我看到這輛顏色的設計也不差 就算了 之前街車的顏色真的很厲害 我都照顧了 現在都出到這樣 哎呀 其實都是 忍她看著她是 TLV之後 第一間出A70的公司 起碼她的款 設改裝款 不是 她不是第一間 之前有Hobby Japan 但之前Hobby Japan 都出等了一塊糞便 好一點 差點 本身 看上去的時候 就覺得 大家怕我們跟TLV TLV都擔擔那批 那批A70 但是現在 現時看到那些 3.0的那些 那些我覺得都還可以 但是那條鋪 那條鋪質有點醜 而且它只有黑白 但之前七彩的那些 又出得不漂亮 QC又差 所以真的極了 接下來 最後還有一架 油站的大姐跟我說 她說 你有沒有擲黃黃藍藍的那架 我說有 你可以拿的 有沒有擲在那 我沒有 她說你下次來拿 那架我看下一次 我又馬上拿 打鐵襯儀 看看是不是這麼瘋 是瘋子一次 瘋子 瘋子 幸好我沒有 我只是訂三架 算算算 我沒有訂到 第2期那架 現在是第3期的 第4期那架我都訂了 另外那個露筍 看看出到來怎樣 真的很失望 不過TAMAK一向都是這樣 其實TAMAK都是做它平時的 平時的品質 一樣那麼差 這架是一架 車頂這架真的是 吵架氣 原來全是甚麼 在甚麼地方才會看到 在一架玩具車身上 是什麼玩具 你爸爸留給你那架 話說我 竟然在有緣 在家長輩的床隙 讓我找到一架 寶馬 不知道是寶馬 是Lotus 一架寶馬是Lotus 兩架原來都是我爸爸 不知怎樣塞進去 兩架都掉了色 又撞到花 在床邊 不知道在哪裏 撈到出來 是日制 兩架都是日制的 不是甚麼 當然是娛樂自保 這類型的花眼 就會在車頂上看到 是車的床底 不知道在床底 才可以花到這樣 當然是大大一點 或者撈到不知甚麼 可能撈到 是輪胎床 以前輪胎床是紅色的 很多柱都是紅色的 現在很多都是紅色的 輪胎床 可能捆下去 才會有這些花眼 我估計它不是捆下去 但是這樣的錯 真的完全接受不了 我估計它是噴紅色的 就撈上去 但是這些花眼 就像撞上去多一點 所以就無緣無故變成戰損版 我不預計是這樣的 雖然我只是付了69元 但是我進Vpower 我進普通跟Vpower差不多 我現在計落都是 我還要特地進Vpower 因為那時候還沒嫁 現在真的搞不定 太貴了 雖然搞不兩毫子 但是搞不定 進普通算了 起碼進普通 我夠膽煲冷氣 其實我還是不用煲冷氣 我夠膽煲一會 真的很失望 還要腥都沙了 腥都沙了也要點 那今集就先說到這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